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将出演女行警对场 网传 赵丽颖 杨子都在争取 日前 关于每日热巴的负面新闻不断 其中最严重的是狗子威胁 要曝光顶级女艺人的声誉 很多细节都指向每日热巴 当时 迪丽热巴还爆发了恋爱问题 对于粉丝的提问 工作室一开始并没有回答 但随后事情愈演愈烈 工作室发表声明 粉丝们也吃了定心丸 迪热巴已经半年没和群拍戏了 粉丝们都急着想给工作室一个合理的回应 近日有网络新闻称 迪丽热巴将出演女行警队长 目前迪丽热巴也有多部预定播出的剧 至于这部年糕尚未得到官方确认 但有消息称 该资源除迪丽热巴外 还接触了赵丽颖和杨子 迪丽热巴自出道以来 展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包括令人刻骨铭心的角色 但这个网络传播题材她从来没有接触过 这样的题材作品与一些古装剧和甜蜜的爱情剧不同 内容设定更加严密 对每日热巴来说也是变革性的作品 据网络报道 该作品最先直接问世的是杨子和赵丽颖 但目前呼声较高的是迪丽热巴 这三位女艺人都很优秀 而且 她们三个在此之前都没有尝试过这样的题材 杨子和迪丽热巴同位90后女艺人 但两人的发展计划大不相同 杨子作为童星出道以来 展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另外 也有分数超过9分的电视剧 过去没有流量概念的时候 她的作品的效果质量非常高 赵丽颖出生后发展非常稳定 这两年似乎更能感受到她转型的决心 通过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夏两部电视剧的播出 赵丽颖被认为是85后女艺人中最成功的一位 从最近她的采访中也能感受到她的气质和状态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面对媒体她似乎更加从容 迪丽热巴被认为是女艺人中的顶尖潮流 这几年 在各大数据排行榜中 男艺人的排名始终靠前 如果能在众多男艺人中看到女艺人 大概率是迪丽热巴 她的数据是绝对的热门 也包括她个人社交平台上的一些动态数据 与此同时 她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 最重要的是表演上的问题 此前 她曾获得精英女神奖 但迄今为止 部分网友对她的获奖表示怀疑 目前网络传播的这部作品 确实是非常好的资源 对这三位女艺人来说是挑战 关于最近的网络传播信息 也没有正确的对应 这三位女艺人大家都很喜欢 相信以后无论哪个艺人继续这部作品 都会给大家展现出很好的状态 除非有正式的官宣 否则一切都有可能 大家还在等待宣布 作词 制作人诞 议兴留